玉里警分局28号在玉兴农会信用部举行的金融机构的防墙演练 警方以真枪装填塑胶器材实施演练枪声大作 随后警方获报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封锁财政及调阅现场的监视器画面 也进行拦截围捕 避震的场景让现场的民众和航员都说好紧张 见证了警方维护治安的行动和决心 两名头戴安全帽戴徒分别持两把手枪 警方进入玉兴农会信用部柜台开枪抢劫 得手将款新台币80万元并且骑成重机逃影 原来就是玉兴农会信用部举行金融机构的防墙演练 警方并以真枪装填塑胶器杆实施演练枪声大作 随后警方获报立刻赶到场封锁财政 并且调阅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并进行拦截围捕 逼真的场景让现场民众以及航员都直喊超逼真紧张 见证警方维护治安的行动以及决心 分局长陈维文表示有介于金融机构尝试抵图寂觅的对象 并且金融强案经常成为指标性犯罪 往往都会震惊社会民众影响社会治安层面的广盛 促请各金融单位应该改善相关安全保护的措施 以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 记者高松双预阵采访报道